大部分的人都會去浮潛 那浮潛應該都很期待會看到的就是海龜 那不知道你們知道 你們看到的海龜是哪一種海龜 其實大部分都是綠細龜 那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海龜很常看到 因為像我個人去過小悠秋浮潛兩次 那我兩次都有看到海龜 所以可能會覺得說海龜很常看到 但其實你們不知道的是 其實海龜都面臨著生存危機 我們在台灣附近海域可以看到海龜 都已經被列回保育的動物這樣子 每年的5到10月是海龜的殘暖季節 那海龜會在 海龜會在晚上的時候 爬上岸去殘暖 那可是現在 不管是用水泥去建造港口 還是像上面 地上圖片那個就是 小波塊堆積在海岸線 都會讓海龜沒辦法順利的去殘暖 然後再來是 海龜他在殘暖前 他會在海岸的附近 會稍微觀察一下海岸的情況 等他覺得是安全的話 他才會上岸殘暖 但是 因為現在 寒島公路的路燈很明亮 所以當母海龜他就是浮上岸在看的時候 就會他會畏懼那個燈光 所以就會放棄殘暖 那 海龜他其實 對於殘暖棄息地的重層度是很高的 那如果 他 就是不管他到多遠 他只要殘暖的話 他就會回到他的棄息地 但是如果他的那個棄息地 已經受到很嚴重的破壞的話 他必不得了 那他只要在找下一個殘暖的基地 那在像在澎湖 就設有一個 澎湖有一個海龜保育中心 那他那邊設有 海龜 這些殘暖棄息地的保護區 就是他會規定 在海龜的殘暖季的時候 他會規定晚上到凌晨 他是禁止任何海邊的等微活動的 就是為了避免 如果海龜可能上岸殘暖的時候 就是會去影響到海龜殘暖 那其實海龜他在殘暖的時候 就已經有他自己的天地 因為海龜在海裡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什麼天地 因為他有他的背甲保護 所以沒有什麼天地 那可是當他上岸的時候 當他上岸的時候 因為他身體很笨重 所以他移動的也很緩慢 而且其實海龜並不像大家在卡通上面看到的 就是烏龜可能一遇到危險 就會把他的四肢跟頭伸到他的規格裡面 海龜其實是辦不到的 所以他的四肢跟頭都是漏在外面的 就有可能會被漢鳥攻擊 所以海龜他就會 會大多選在晚上上岸殘暖 就是為了避免被攻擊上 那其實還有其他種海龜 他有他的生存 另外的生存體 那我們這邊就要 這邊就要看到 懶溪龜 就是懶溪龜其實在台灣他並不常見 那他的特徵是他的背甲是形形的 然後體型也比其他海龜還要來得像 那剛才提到的機制就是 可以看到下面這張圖片是 有上千隻的海龜 他在同一個時間 然後到同一個地點上岸殘暖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就是像是 你殺了一個我 那還有健身亡亡的我 就像這種概念 就是以量取勝 那其實這樣也有他的危機 就是 因為當一對海龜上岸殘暖的時候 那可能前面那是海龜他在殘暖 那後面的海龜爬過去 就會把他帶壓迫 又或者是 就是當地的居民知道這種現象的時候 他們就會選擇在那個時間 然後去搜集那些海龜 然後拿去市場賣這樣子 就是他另外一個風險 那如果 就是海龜蛋如果能順利孵化的話 海龜蛋孵化的時間 是50到70間 那他能順利孵化的話 那當然最好 但是大自然是殘酷的 所以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海龜蛋其實有很多的甜點 那在台灣有一種蛇 叫做赤背松柏根 他是找蛋跟吃蛋的高手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他吃蛋的方式很特別 就是他不像我們在電視上可能看到 或是在動物星球平台看到的 就是蛇在吃蛋的時候 就是盡量把他嘴巴張開 然後把整顆蛋吞下去 但是赤背松柏根他不是這樣吃的 他會先把蛋咬住 然後再用牙齒去把蛋割開 然後頭伸進去蛋裡面去吃裡面的蛋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那如果大家對赤背松柏根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兩趴那邊 就是那個有 旁邊那邊 兩趴的包裝民視 就是到那邊 然後他們有更詳細的介紹 這樣子 那 現在 現在 不是效應 就是 不是效應的問題 然後溫度一直升高 那對海龜會造成什麼影響 就海龜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他的性別是由 外在的環境來決定的 就跟人類很不一樣 那如果溫度比較高的話 會附出比較多的死海龜 那溫度比較低的話 會附出比較多的兇海龜 所以就有一種拉妹的附地這種說法 那因為現在 那大概是 溫度介於28到32度C之間的話 大約可以付出 比例是1比1的 熊海龜跟死海龜 那因為現在 溫室效應的影響 然後 溫度一直上升 所以死海龜的比例就會一直 就會變比較多 那這樣就破壞了他們生存的平衡 就是 木海龜很多 但是熊海龜卻很少 這會影響到他們 後來生存的問題 那 熊海龜剛出生的時候 他因為背甲是很 就是背甲還沒有身手 就不夠堅硬 然後他又很小隻 所以 他很容易被天地捕死 那 所以他會選擇 就是熊海龜剛腐化的時候 他會選擇在晚上 或者是下雨天的時候 爬出地面 然後再爬向大海 那前面有提到的是 就是 海岸邊的燈光會影響 木海龜的殘暖的意願 那其實也會影響到熊海龜 那為什麼 因為 因為想說熊海龜 他要怎麼分辨 大海的方向是哪裡 那其實他靠的就是 量 就是 其實晚上的時候 因為海平面他反射月風 所以是相對起來 是比較明亮的 所以他會跟 他會朝比較亮的方向去前進 但是因為現在 因為路段的關係 所以會讓 他會顧倒小海龜 他會搞錯方向 然後就沒辦法順利到海邊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因為 消波塊的影響 就是像下面這樣 就是 因為海岸邊堆積消波塊 所以 那個小海龜他 孵出來之後 他就沒辦法爬出去 就是順利的到海邊 這樣子 那當 海龜他順利的到海 海邊之後 他就會很奮力的 往海中央 湧 就是為了 就是要遠離他的天 然後 會在大型的 找類 就是附近生活 然後吃土 有生物這樣 然後等到過了 大約二三十年之後 長得比較大隻的時候 再回到 海岸附近 那這段時間 被稱為 消失的歲月 是因為其實 海龜他存活率其實並不高 大約一千隻孵化的小海龜 是有一隻能成功長到 就是長 就是長到變大 就是成熟這樣子 那 所以 科學家其實並不知道 在大約那二三十年間 就是 小海龜他到底是什麼 存活 就是生活方式怎麼樣 其實科學家並不太知道 所以 有一種叫 消失的歲月這種說法 那 這邊要講到 另外一個海龜 就是在台灣最常見的 就是綠錫龜這樣 那 綠錫龜又稱為 綠海龜 石龜 那為什麼他被叫為 綠海龜呢 就是 當他 他原本是 他在 那二三十年前應該是 雜石性的 就是 浮游生物 那等到他稍微 長大之後 就是過了二三十年 變比較大的之後 他會回到 岸邊 那回到岸邊之後 他會由雜石性變為 草石性 就是改成 會以 海草跟海藏 為蛀石 那 那個葉綠樹就會 儲存在他的 脂肪裡面 所以就讓他變成 綠色 所以就叫做 綠海龜 那至於為什麼 他會叫石龜呢 是因為在以前的時候 人們會看到 欸 怎麼有 在岸邊 有一個很大的東西在那裡 很像一顆石頭 那其實就是 綠西龜 他的商案產 所以又被稱為 池龜 那 至於為什麼是 菜龜呢 就是 以前的人 如果 就是會補海龜來吃的話 大部分都是以 綠西龜為主 所以又被稱為 菜龜 這樣子 那 其實 剛剛有講到就是 海龜 他等到他 成熟之後 他其實 沒有太大的 他並沒有 太多的天理 那他其實 最重要的天理 就是等累 對 那 那 那就是 屏東海生館 屏東海生館 它每年通報 就是 海龜 擱淺的數量 是 逐年在上升的 就是每年一直在增加 那 海龜 會擱淺 會擱淺的原因就是 可能會被漁網殘繞 那你們會說 欸 漁網殘繞有什麼關係 因為海龜本來就是 生活在海裡 那 會怎麼樣嗎 那其實 海龜他跟我們人類一樣 就是要靠肺來補吸的 所以 他需要 他需要浮到海面上去換氣 那如果他被 漁網殘繞的話 他 沒辦法上他換氣的話 那他就是 肺部會進水 然後之後就會死亡 這樣子 那這邊要介紹 另外一個 就是赤錫龜 赤錫龜又 又被稱為 紅海龜或大鳳龜 被稱為紅海龜 莫名實例就是 他的 顏色是比較偏紅棕色的 那自己叫大頭龜 是因為他 頭跟身體的比例 跟其他海龜 比起來 他的頭是比較大的 所以叫做大頭龜 那因為他的主食是 就是那些螺 蝦子 螃蟹 貝類 那也是因為 這個原因導致 就是蝦王 他會被蝦王殘繞 被蝦王殘繞 惡服這樣子 那其實 那其實 他並不會 他 漁民並不愛捕食糖 就是 通常被蝦王殘繞 都是 就是 被蝦 不會是主要抓他來吃 是因為 民間有個信仰 就是 如果抓吃錫龜 回家吃的話 他們家會人吃 就是有這種錯法 這樣子 那還有其他的就是 還有其他像 海龜可能會因為吃到塑膠袋 那至於為什麼他會吃到塑膠袋 這邊要介紹隔龜 就是 隔龜是 演化最少的海龜 那他也是 體型最大的 那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的背甲 不像 其他我們剛剛介紹的那些海龜 他的背甲是 他是 格子 就是格皮的那種 不是 不是 一片一片的背甲所組成的這樣子 那他也是生前的刀手 那因為他以水母為主食 所以也導致就是 他會把塑膠袋看成水母 然後 就因為這樣 然後就把塑膠袋吃下去 然後就整個捕住他的石 就是 他的小花道這樣 那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 是 不是這些原因 還有比較特別的原因 是讓造成海龜 就是 胃膜的血 總之 就是 要介紹到 丹麵 那丹麵 他的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背甲重疊 那背甲重疊 就是 其他海龜的背甲就是 一片 接著一片 但是 他的背甲是 一片會疊在另外一片上 這就是背甲重疊 那他有 他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有陰漏準 然後 因為他的背甲是 顏色很漂亮 就是非常 顏色很 很豐富 然後很漂亮 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 人們補他 不是要把他抓一次 而是因為要把他的背甲 做為那些重飾品 所以造成他的 數量越來越稀少 那 那 那不管是什麼原因 不管是任何因素 就是 事實就是 現在海龜 就是 他的 海龜正面臨著 他生存的危機 那 就是 如果 我們必須要 特別去重置 他們保育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希望 當以後還有 就是 可以一直看到這麼可愛的生物 就是 生存在世界上的話 保育的問題是 我們必須要重置 好 謝謝